你好,我是昆仑流史,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聊嘎举派 在开书之前呢,咱们得解决在前文书留下的两个疑问 这也是在评论区啊,声音最多的两个疑问 首先说呢,这很多好朋友认为啊 这个嘎举派的初族以及二族 马尔巴呢,和这个米拉日巴 这个师徒二人呢,他都是在家 可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二位啊 在这个唐卡上所展示出来的这个穿着呀 确实是像是袈裟,并不是这个长服 再有了,我心中也有疑问 这个游僧没有寺院自主修行就不算是僧人了吗 那如果呢,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话吧 那下次呢,咱们还是按照这个多数的史料来讲 不过呢,其实我觉得我分析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呀,这个米拉日巴 咒死了自己的37个亲人 哎,这跟他们家有仇啊 具体是什么仇啊 咱们的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 这就不再重申了 哎,有人说呀,这种黑魔法 不会是和这个初族马尔巴学的 可是啊,这问题又来了 如果这套能咒死人的黑魔法 这二族米拉日巴 是在认识他老师马尔巴之前就学会了的 那么这个米拉日巴的母亲和这个初族马尔巴就不会有交际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明确的有文献记载呀 这个二族米拉日巴呀 和这个初族马尔巴学艺所交的钱 也就是所需要的金子是母亲缝在这个米拉日巴的袈裟里带到马尔巴处的 那么米拉日巴这个黑魔法是认识老师以前就学会了的 就把仇人都咒死了的 那这就说不通了 因为呀,咒死仇人以后 这个米拉日巴的母亲兴奋过渡 很快就疯了 疯了之后很快就离世了 那这样就不会和马尔巴有交际 虽然这两个人不见得见过面 但是呢,通过这个交学费和收学费也肯定是有交际的 那我也读过其他文献 上面写呀,这米拉日巴是38岁的时候 才拜了马尔巴和马尔巴学习的这些秘法 那又怎么样呢 难道就是因为他年近40才拜了马尔巴为师 我们就得说他的黑魔法是在认识老师以前就学会了的吗 所以说呢,咱们听书啊 你们不要太纠结 我给您讲的是故事 我现在得把时间捋一下 再把逻辑捋一下 仔细想想大概通了才能写稿才能给您讲 不管怎么说呢 您提出的疑问对我很有帮助 以后啊,在写稿啊 在说书的时候啊 我会尽量更严谨更谨慎的 那得了,咱们时间不早了 咱们紧着啊,开今天的书 那为什么说咱们捋这个嘎举派 您别着急呢 因为旁支太多 咱们说了啊,最初的嘎举派就两支 一是这个达波嘎举,一个是那个香巴嘎举 这香巴嘎举啊,没落了,只剩一次啊 咱们就不讲它了 咱们主要呢,就得说这个达波嘎举 实际上这达波嘎举啊 是以这个嘎举派的三组命名的 咱们前文书不是说了这个 头组马尔巴和二组米拉日巴吗 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三组达波拉杰 那么说这达波拉杰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吗 有,这个达波呀,是一个地名 拉杰呢,就是医生 说实话连起来,就是达波地区的大夫 到后来呀,成了宁马派的大师之后 他有个尊称叫做刚布巴 刚布巴呀,原来他也是在家 有一儿一女呀 就在那期间他学习了医术 不过呢,一次瘟疫过后 这全家连妻子儿女全死了 于是啊,就顿族出嫁,浅心修习佛法 跟随很多位大师啊,学习过佛法 他授戒呀,是授戒在嘎当派的门下 后来到了三十二岁 才追随米拉日巴学习嘎举派的教法 那看样子,这二族米拉日巴是非常喜欢他的 直接就给他授了这金刚亥姆灌顶 然后学习灼火钉手印 最重要的,你要记住了啊,还学会了纳洛八六法 哎,也叫做纳洛六法 您记住了啊,这个纳洛六法很关键 到之后咱们讲这个活佛转世 没有这套纳洛六法呀 这活佛他就转不了世 您看呢,这一二三组啊 叫做达波嘎举 也就是到了这儿啊,这派嘎举派才有了命名 所以说这达波拉杰啊,那显然是个大成就者 达波拉杰的成就有多大呢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嘎举派的四大八小十二派 全是人家这个达波拉杰的门下分支 这达波拉杰啊,弟子众多 其中最有名的,最著名的就是四位开派组 第一位呢,就是帕木竹八 他是帕竹嘎举的创始人 然后呢,就是蔡八 是蔡八嘎举的创始人 再接下来啊,是达玛旺秋 拔戒嘎举的创始人 然后呢,就是杜松钦八 我们要说的最重要的一派嘎举 就是嘎玛嘎举的创始人 对了,咱们主要就是要说的啊 这个嘎玛嘎举派 其实呢,我们是讲嘎举派啊 就完全可以把其他的旁之墨迹的宗派啊 全放弃 因为这嘎玛嘎举派啊 它是历史上最为有成就的一支嘎举派 也是最壮大的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讲这支嘎玛嘎举派 哎,刚才说了 这嘎玛嘎举派的创败的祖师啊 叫都松钦八 这都松钦八啊 在日后这嘎玛嘎举派的徒子徒孙的嘴里啊 那能为高了去 他这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叫什么呀 叫知过去,知现在,知未来,知三世 哈家活的里 他这能为是执笔佛陀呀 那么说起来呢 哎,这哥们的能量确实不小 他原来呀,也是这个嘎举派的一位休息者 后来呀,拜了这个达波拉杰 就成了这个嘎举派的僧人了 据说呀,他各种秘法都掌握 像什么道国秘法呀 宁马派的,什么这个秘法秘咒啊 当然了,这个本派的法门肯定也会 什么灼火定啊,大手印啊 还有这个纳禄六法 那么说他除了这之外 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呀,他在公元1143年的时候 这都松青八在昌都建了 嘎玛丹萨寺 这派别呢,以寺得名 哎,从此以后就叫了嘎玛嘎举派了 哎,就跟那个少林派出自少林寺一样 哎,当然了,这一个说的呀 是这个佛法,另外一个说的是武术 后来呢,这势力啊,逐渐扩大 哎,又从这个边陲到了魏藏地区 从这个魏藏地区的拉萨西北建立了楚不寺 后来呀,这楚不寺还成了这一派的主寺 哎,咱们得夹着边夹着点的往前赶了 开场啊,七分多钟了 咱们还没说到咱们的主角呢 那主角是谁呢 您接着往下听,这都松亲爸就收了一个弟子 这弟子的名字呀,叫泵巴扎 这泵巴扎呢,本来在这魏藏地区的布朗斯出家 后来呢,他到这个康藏地区去传法 就收了这么一个徒弟 名字就叫做噶玛巴西 这噶玛巴西呀,是咱们今天故事的绝对主角 虽然咱们今天呢,提到了很多人很多事 但是呢,这噶玛巴西绝对是重点 因为他就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转世的活佛 那么说好面呢,这噶玛巴西怎么就要搞出这么一套活佛转世的系统来呢 哎,这完全是啊,被挤得到一定份上了 那如果说没研究出这套活佛转世来呀 那这噶玛打举派很可能就走上了消亡的道路 那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让这一个教派就要消亡了呢 哎,政权,谁的政权呢 那了不得了,蒙玛政权并且打压这个噶玛巴西的 就是蒙玛政权第一位皇帝,忽必烈 那么这是怎么回的事呢 我给您说说,前文书啊,咱们讲萨迦派的时候 咱们就聊得过,说这公元一二五三年的时候 忽必烈大汗的南征大理 哎,那会还不是大汗的,那会还还是个宗王 他就召见了这个巴斯巴 同时呢,也召见了噶玛巴西 他主要是啊,想问清楚了 多了解一下,像什么魏赃地区啊 像什么这个康赃地区啊 以及啊,这个云南大理的一些动向 这见面以后啊,这忽必烈啊 和这个巴斯巴,哎,这两个人对了眼了 这巴斯巴呀,哎,暗暗的发誓就有福保的忽必烈 忽必烈呢,最后啊,认巴斯巴为大国师 当然这也是后话,哎,这噶玛巴西呀 他对这个忽必烈呀,就显得就是冷淡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噶玛,噶举派啊 他们觉得不用舔这个宗王 因为他后窜啊,比这个宗王可厉害多了 他后窜是谁啊,大汗蒙哥 那鉴于他的态度呢,这忽必烈自然不喜欢他 那你不愿意效忠我,你就滚蛋吧 哎,这一走啊,哎,这个时期来了 公元前一二五六年,噶玛巴西应战到内蒙古 就见到了蒙哥大汗 这蒙哥大汗呢,哎,对他很赏识 还刺他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哎,您记住了,这就是噶玛噶举派黑帽派的由来 那我想在这期间呢,这噶玛巴西是见过忽必烈的 他身上有黄蜂啊,他更不拿这个宗王当回事 哎,过不久啊,这大汗蒙哥死了 哎,就在襄阳城下,让独必大侠杨过和他的妻子小龙女 夫妻二人合力就给诛杀了 哎,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神雕侠侣里边的剧情 实际上啊,这大汗蒙哥呀,是进攻四川的时候 死在这个重庆河川的钓鱼城 这大汗一死啊,这忽必烈啊,就和他的弟弟阿里布哥争夺韩威 哎,这会儿您可别忘了,八四八还紧紧抱着忽必烈的大腿呢 前文书咱们说过,人家的关系是越好越好 可是这噶玛巴西呀,他站错队了 他抱的大腿呀,一点也不出 他抱的是弟弟阿里布哥的大腿 那最后的结果咱知道啊,这弟弟啊,那输了 忽必烈不但夺得了韩威,最后还在北京称帝了 那您想想这噶玛噶举派的大头目 噶玛巴西在忽必烈大汗 哎,忽必烈大皇帝的心里那是什么东西 你呀,别在这给我碍眼 滚蛋,那有人说滚哪儿去,滚西藏去 美的你,滚哪儿去,把你流放 你不是血域高原的人习惯寒冷吗 那得嘞,我呀,把你流放到广州烟帐之地 那么说是广州嘛,哎,反正大概齐吧 就是那边,哎呀,烟帐之地很热的地儿 这甘马巴西一到那儿啊,哎,就觉得不行 在这块地儿啊,他喘不上气了呀 他琢磨着,不用这个大皇帝把他弄死 过了两年呢,自己就元气了 于是呢,就左一方右一方的给皇上写信 说您让我回去吧,您看我呢 当初不懂事,哎,我呢 无非就是一个小派别的 这么一个小头目,您开恩呢 让我回去呀,啊,我绝对不乱声乱动 以后呢,服从组织安排 大皇帝忽必烈一想啊 哎,他说的也有道理 你说我啊,这么一个大皇帝 跟一个和尚叫什么信呢 传出去的好说不好听 得说我信儿太小了 于是就一刀射令啊 把这个甘马巴西射回到了西藏 这甘马巴西回到自己的寺庙一看呢 我了个去,自己这一派算是凋零了 很多的这个信众啊 已经去改信其他宗派了 那还其他宗派干嘛呀 说白了就是撒加派 那会撒加派正式势大呀 八四八是撒加派的第五组啊 那人家跟皇上什么关系 抠定钩抹尼的交情 这简直就是撒字比不了 光是信众没了呀,哎,也就罢了 其实啊,很多的僧众也都跑了 也都改信了其他宗派 那之后的日子呢,更不好办 这日子难呢,就难上难 这噶马噶举派算是横拥地拉车呀 是一步一个坎儿 不但如此啊,更让人担心的 全派唯一能镇住室的这位教主 噶马巴西呀,一天比一天的老 说白了指定哪天呢,就圆寄了 这时候这徒弟们呢 就跪在噶马巴西的脚边上 说这个大师啊,您如果圆寄以后 那咱们这派就真完了 我们无论谁也继承您这个一波 都挽救不了咱们的宗派 只有您呢,才有这个威慑力 只有这个威望 慢慢的,咱们这派可能还能复兴 所以说呀,我的师父为您可不能死 这噶马巴西说呀 哎,这人哪有不死的呀 可是这办法呀,我早想好了 我呀,要准世回来 我死后某年某月某日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你们见了呀 那就是我的准世 那这没过多久啊,这噶马巴西就真死了 哎,他死了之后呢 过了几年啊,他就真有一群人拥着一位男童就来 自称就是噶马巴西的准世 这些徒弟们一问呐,哎,完全对得上 哎,这噶马巴西生前的很多细节 这位男童都知道 于是这位男童就奉为了噶马巴西的转世灵童 没过多久,受戒坐床 继承了大盘蒙哥所赐的黑帽子 就成了这第三世的噶马巴 那这噶马巴西呢,他自然就是第二世噶马巴 那怎么是第二世呢 因为啊,他觉着他师父啊,能耐不行 所以干脆他把第一世噶马巴呀 给了他师爷,也就是啊,都松钦巴 咱们故事讲到这儿啊 我得问问大伙了 跟您征求一下意见 你要是想听这个第一次活佛转世的详细细节呀 哎,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呢,就是我再给您讲一遍 反正我呢,作为一个说书的,我是不怕麻烦 因为这第一次活佛转世 他不是说转就转的 你得让大家都服气不是啊 怎么让大家都服气了 承认你的活佛转世 哎,这有一套方法 这套方法呀,需要一集的时间给您讲明白 那有人就说了,别说了 你继续往下讲吧 那也行 那要是还想听这套活佛转世啊 也能听到 咱们讲这个准干涵韩国那个大系列里边 那个合集里边啊 有十集的活佛转世 其中的第一二集 讲的就是第一次活佛转世 咱们怎么来呢 这权力全在您手里 留言区要给我留言就行 得嘞,今儿天不早了 咱书就到这儿,明儿见 咱俩到底可以再倒哦 咱俩都 set 咱们 咱们 咱们